在鬼杀队中九柱作为最强的战力 九人都有各自特殊的地方 比如炼柱 天生神力 力量是常人的八倍 又比如风柱 是一极其稀少 能够让鬼民顶大罪 而有一个人 他是九柱中最神秘的存在 天生意图不说 他整天与手为伴 炼柱更是冠决鬼杀队 是所有见识的卡摩 他就是蛇柱 一配小八妹 初登场脸上就一直缠着风带的他 在第一百八十八话时 终于解开了嘴上的风带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蛇柱 实在是太令人心疼了 最初关于蛇柱脸上的风带 网友们还是进行过不少猜测 但是都与结果大相径庭 从情报中可以得知 蛇柱之所以要在嘴上缠满风带 主要就是因为那张 几乎裂到脸颊边缘的嘴角 那完全不是一个普通人类 应该拥有的相貌 当然蛇柱这独特的嘴角并非天生 而是后天形成的 背后的真相也极其残酷 像极了恶欲老师一贯无情的手法 甚至还引出了一个除了人类和鬼之外的全新种族 那就是蛇女 此番蛇柱公开所有秘密之后 就和侠住一案里边当了 蛇柱出生再靠的是从人们身上抢夺金钱和房子 来生活的特殊种族在蛇柱眼中 那就是个垃圾一族 更重要的是这一族新出生的婴儿 会被送给女的人手蛇身的女子充当欺品 由于女孩子居多 蛇柱这个370年才会出现的一个男孩子 自然遭到了特殊待遇 这个特殊待遇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只是蛇柱不会那么早死而已 到了12岁 还是被送到了蛇女面前 还被蛇女一云声称的割破了嘴唇 变成了如今这副可怕的模样 幸运的是蛇柱在小蛇 和当时的严重的帮助下逃离了蛇女的魔爪 从那之后 她因为背叛和逃跑变得无处可去 于是蛇柱就加入鬼杀队 成为了一名越鬼人 将所有的愤怒都归功于鬼 因而存活至今 可以说 如果不是对鬼的怨恨 还有遇到了美好又纯真的恋柱 蛇柱估计早就活不下去了 现在唯一想要保护的就是可爱的恋柱 蛇柱的剑术很强 因为在柱指导期间 她担任的就是剑术矫正教学 由此可见 整个鬼杀队中 她的剑术应该是最强的 也是最正规的 不像封柱和炎柱 他们一人是三角包剑术 靠的是实战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所有招式比较严 而炎柱直接就不是剑术 而是斧头和铁锤 那么蛇柱除了剑术过人之外 还有什么让人怀疑的地方呢 首先要想成为主 温化剑术强势没有什么用的 至少要有什么比别人强势的地方 要么是先天体质 要么是呼吸法 要么是物性 而蛇柱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 就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他那的异色的瞳孔 一个是他的身体构造 还有一个则是他与蛇极为亲近 首先是异色筒 按照我们中国的点数来说 天生异色筒是阴阳眼 能够看到一些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 按照鬼灭之刃中的设定 给这种物体是存在的 因为有地狱和天堂 那么自然就有灵魂 但是这个灵魂与人无异 与战斗更无异 所以我们猜测 蛇柱的异色筒有可能和原因一样 是天生开启通过世界的象征 其次是身体构造 在他出场的这些词中 我们不难发现 蛇柱就是他的歪号 跟一条蛇一样到处缠着 同时也代表了他的身体非常的柔软 之前一支柱也是靠着 身体柔韧性的优势 才是出了一系列 让人无法看懂的招式 因此我们也可以猜测 蛇柱也拥有一支柱这样的能力 甚至更柔韧 配合群伦的剑术 这才是他傲视群雄的真本 最后是和蛇亲近这个问题 有的人觉得这没什么 不就是和天员一样吗 天员舍还的是老鼠 他舍还的是蛇 是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吧 实际上 蛇柱更有个性一点 他无论是什么 都和蛇一般无二 连肇事和呼吸法都是蛇之呼吸 由此可见 他和蛇的关系绝对不一般 蛇柱对恋柱的感情 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明显 无论是长筒啊 还是随时随地流露出来的关心 或者是吃炭治郎的醋 战斗时总是习惯性将练柱护在身后 这些都能让我们感觉到 蛇柱是真心喜欢练柱 而最后卫与老师也成全了他们 让能够走到一起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赞和关注我 爱你们